原来空运援军到济南 中间有这么多的妹妹咖咖 蒋介石日记点名了三个战犯 现在看起来变成刘志 因为徐州缴总副司令杜玉明反对在派兵了 可是老奖指示他名义上的长官刘志 你要配合空运整83师 刘志这个时候为什么反对 王教武的说法是 刘志唯恐整83师掉到的济南 会减少徐州这一带的兵力 对他不利 所以先借口要空运弹药通讯器材等等 再向蒋介石要求暂缓运送83师 也获得了蒋介石的同意 所以整个空运就停摆了 因此实际最后只有空运83师19率 这空运的相关过程 我们在之前74师最后高光 还有兄弟部队这边都有提到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过去看看 那我也蛮好奇的 刘志到底是怎么想 真的是如同王耀武说 怕抽走一个石会危机 徐州安全 老实说这是一个 有点小复杂的问题 我这一集没有时间细查 那只能用现有的资料 根据刘志公子 他出版的高级传令兵 刘志的日记 在7月10号有提到 玉东大姐我不损失 就是国军损失太大 得不尝失 而且华野已经分窜 可是战斗力并没有完全的消失 山东中部江苏北部的共军 比之前更加强大 过了一个星期 刘志又说 沿州丢失 山东共军的势力更强 而且还可以从鲁西 重新进入到防范区 实在是可惜 刘志的日记说到 山东苏北的共军 比之前更加壮大了 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也说 共军主力在开封东南的 河南平原一带 要打济南 打徐州都是有可能的 两者的看法 其实是不谋 我们看地图就知道 徐州为在江苏的西北部 紧靠着鲁东南 还有河南东部 什么安徽 大陆这边的资料说 那个时候解放军 为了要打进 还派出了一些 不是说特别大的部队 还有游击队什么的 就靠近徐州 借此来迷惑国军 所以这是干扰国军的判断吗 还是真的有其他的战略意义 的确是干扰国军的判断 台湾早年有一本书 叫做徐州八县抗战剿匪纪要 蛮厚的一本 这本是在讲徐州附近八个县 是什么沛县 封县等等 里面有提到 就是防患区会站在1948年7月结束 它里面的用词是 共军立刻想要占据徐州 策略是肃清徐州的外围 八月多的时候 华野大概有两万多人 从肃县而来攻击追宁县的县城 这里算是徐东地区 最后并没有成功 既然还有这一段 没想到刘智 其实也没有特别虚报敌情 徐州这里算是四省交界处 前面一开始也有提到说 国军的规划是用两个兵团 监视华野主力 黄百套兵团 是用来对付苏北一带的 华野二十一十二重队的袭击 对 用大思想的方式实行维坚战 是不是也跟刘智的判断有关系 的确是有关系 因为苏北这一带 也是国共争夺的焦点 我们之后会讲 比如说像是占领府的七十四军 反正很多的名将在这里 跟新四军或之后的华野打过 很多名将都在这边打过 听起来就是很有故事的 我们这一集提到 比如说像是被蒋介石 点名的顾祝同 他就是江苏连水人 连水是苏北的重镇 占领府的七十四军 那个时候也曾经在这边 两渡跟华野较量过 而且战斗其实是非常的惨烈 老谭又默默绕回到当时国君的这个参谋总长顾助统 是因为我们这集的时间快到了吗 我们是有始有终的 那既然我们绕回来了 老谭开始有提到郭汝贵的回忆录 他是用谁知 整八十三师被徐州脚总派到山东京香渔台这一带 所以蒋介石只好临时改运七十四师 把在徐州附近封县的这个七十四师赶紧叫回徐州 这又是怎么回事 主要是国君在黄焕区会战损失的欧洲年兵团 徐州以西防务空虚 所以在1948年的7月10日 徐州脚总命令整边七十四师 移住三丘 淡山这一带 淡山也就是徐州八县之一 发归在邱青泉的第二兵团 由邱青泉来指挥 我们请了后治小妹妹做了一张地图 看地图就知道 封县是在徐州的西北部 它的北边跟金香县 渔台这些都是接染的 总之国共在这个地方缠斗很久 包括之前还发生过金香渔台之战 我们有机会也可能会讲 所以刘志那个时候会担心 整八十三师从这个地方抽走 其实也是有他的道理 我们知道这个封县 在2022年一整年非常的有名 如果不是这样 其实我们还不知道说国共在这边 其实也有过一段的纠缠 主要是在金香渔台那边最多 总之在顾祝同刘志 杜玉民他们都各有各的考虑之下 刘志是与徐州地区为优先 杜玉民是反对继续的送人头 大家都各有盘算 到了9月19日 邱青泉第二兵团负命辞员 有徐州的淡山这个地方出发 可是又遇到了秋雨绵绵 根据说法是因为道路拟拟 直中车辆没办法走得快 滑野的八重又沿途阻击 等于说第二兵团一天只有前进十几公里 到了9月26日到达了朝鲜以北 就接获了徐州脚总的通知 竟然确定丢了 因此第二兵团迅速撤回到山丘 我们知道靖南到徐州 大概有300公里的路程 照他的正常行军速度 大概可以走上20公里一天 如果沿途又有一些共军的阻击 难怪王耀武说15天你肯定到不了 所以我们看这一段 其实大家都知道靖南守不住 救援也显得不太必要 围城里里外外的人 其实大家都心里明白 包括王耀武 更何况他又是一个聪明人 所以在24日上午11点 他看到局势已经绝望了 就从大明湖北极格 这一带通过了地道出去 要离开之前 他打电话给第二岁区的 参谋长罗欣礼 他说情势困难 各自尊重 罗欣礼在他的回忆文里面有提到 他从电话里面听到 王耀武的语气 心里估计可能是逃走或躲藏 此时此刻的他心里也很矛盾 既怕死又爱面子 他是在神府大楼地下室 他最后就跟现场的一些文职人员讲说 能逃就逃 又分别打电话给守城的 比如说像曹振多这些师长 说王先生已经走了 你们各自想办法吧 最后他拿出了许多的罐头食品 叫生盘的一些人一起吃 在场的人都愁眉苦点 一片末日景象 听起来这个心里已经崩溃到了极点 也蛮荒谬 其实荒谬也不是只有在济南城内 也包夸了整个空运决策的过程 总结来说呢 整个禁南战役在国军的战场态势就是 我要的你不给 给我的又不多 要顾守待员呢 守的兵力也不足够 还有援军都在路上 但也仅止于在路上 至于高层的检讨呢 老谈花了一集的时间做整理 希望好朋友们 大家也可以来多多留言 分享大家的看法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边 谈兵读新闻与历史的汇流处 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 只取一瓢影 结合军事、历史跟人文的节目 除了在YouTube上面给我们观看之外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跟我们交流 也能使用Podcast收听哦 欢迎听众呢 能够到ApplePodcast上面 给我们留言跟五颗星的评价 感谢观看